关注社区动态 欢迎收看大柔佛三分钟 大家好,我是静恩 欢庆我国独立65周年 柔佛州乌大臣拿督翁哈菲兹 今早带领全场约6000人 配合国庆日庆典 高喊口号 在欢庆国家独立同时 也祝愿物王万岁 专望柔佛州更繁荣先进 这场周级庆典活动 是于今早在伊斯干达公主城 市政厅广场举办 温哈菲兹与出席的嘉宾 先行在检阅台迎接游行队伍 继而转场到大舞台主持庆典仪式 期间大会特别安排老爷车 接送嘉宾 移步到不同的活动场区 别具特色 温哈菲兹在致辞时表示 今年的大游行参与队伍 共有131支 可以说是柔州史上最多队伍参加的一次 创下记录 他表示先贤们为国牺牲 身为后辈的我们应该为实现的独立 继续奋斗 展望未来 他说柔州是繁荣周数 他希望在各方团结一致下 可以将柔州创造成国内最繁荣的周数 与此同时他也趁此机会感谢前线人员 协助人度过过去两年的冠病疫情 举国欢庆国庆日当儿 华人传统节日中秋节也即将到来 户别两年新山中华工会品牌节目万展华灯庆中秋 再度回到线下复办 联庆一个月的活动 首场庆典已于本月27日正式引爆 新山马西磁天寺首次加入万展华灯行列 配合活动特别制作拥有22节全长195英尺的万展华灯创意龙 龙森制作背后极具余意为整场活动增添新意 值得一提的是第22届万展华灯庆中秋获得23个单位参与 包括庙宇与商业团体等 不仅如此 这一场亮灯仪式也以特别的形式进行 众嘉宾受邀上台在手指上张上莫艳 将指纹盖在由画家谢水男完成的画座上 并且在传灯仪式时嘉宾们登上升降车 将滑灯与蜡烛分别放置在事先准备好的高塔上 别具特色 警方新闻方面 一名原本计划到本地从事帮佣工作的37岁外籍女子 却遭雇主非法禁锢三天 索性他已被警方破门救出 警方叫后逮捕一对本地男女协助展开调查 斯里安南警区主任穆罕默苏海米在脸书发文告指出 这一名外籍女子被承诺可以获得女佣工作后 便依照约定上门却被雇主禁锢起来 后来警方在前日依据情报到巴西古当 巴西布叠花园的一间住宅将女子救出 当时女子所在的民宅已被繁锁 莫哈默苏海米说 警方在救出女子后 也于当天下午接获一名相信是事发处邻居的 34岁本地女子的投报 指该外籍女子曾在当天上午向她求助 声称被她的邻居繁锁在家里 警方在当天下午分别在巴西古当两个地点 展开突击检举行动 逮捕年龄分别为36岁和38岁的男女 并起货6台手机 初步调查显示 这对男女并没有犯罪前科 警方目前以援引2007年反贩卖人口 及反贩运移民法令第12项条文展开调查 感谢收看 更多社区动态请继续留意 新洲日报新洲网